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人类的教养逼迫我们做一个虚伪的人 你知道我写情商书 写说话之道 就是因为我们要应付这个我们被设计成的样子 我们被设计成了搞不懂别人在想什么 我们被设计成了要揣摩别人的心思 然后你揣摩过之后呢 你会有一份仁慈 你会有个礼貌 所以如果今天我碰到了如今 然后如果黄之中告诉我说 如今最近正在努力地控制他吃东西的习惯 然后我如果知道这个讯息呢 我碰到如今基于我想要鼓励他的心情 我一定会说说 你瘦好多 加油 那如今当然知道他有没有瘦好多 所以他会用这个来衡量说 哇 你这家伙超虚伪的吧 就是我一定有那个教养的同时 那就代表着我得虚伪 就是那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所以我的读者问我说 你写说话知道 你是要教我们虚伪吗 我说我从来都不知道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诚实是最好的原则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这个原则 只适用在我们对自己 我们对自己诚实 那是最好的原则 我们对别人啊 真的没有办法那么诚实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的欢乐来自什么 就是我们终于可以迎接一个 真的诚实的年代了 就是刚刚那支影片 被言如今理解为 我们是天选之字 然后你只有这一颗 你可以拿去卖给罗振宇 或者卖给马东 可是那个影片 你一看就知道 那是一支促销广告影片啊 就是你们看看 小黑本人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是刚才广告中的那个本人 然后他经过换衣服跟书装打扮 还有打了一个幽暗的灯光之后 他变成了外星人的代表 还送给你说 有一颗毒心树的药丸 你要不要吃下去 已经到你的门口了 所以刚才马东老师 还有我们的女神都已经点破了 既然是一颗胶囊 它肯定是个量产的东西 它是处方药嘛 所以它不是被雷打中 它是一颗现成的 已经制造出来的药丸 那是促销手段 所以你看到那支广告 然后你只要问你自己说 我要不要买这个产品 我要不要吃下这颗药丸 我跟你们打赌 你们不必是第一个吃的 可是只要我们全场当中 有一个人吃了 你就会接着吃 你受不了别人能够赌你的心 而你不能赌别人的心 而当每一个人 都读得了别人的心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 我们被迫迎接一个 全面诚实的年代 我们藏不住秘密了 我完全认同你方所讲的 秘密对我们很重要 不知道对我们来讲很幸福 我都认同 可是你们不厌倦 我们过去这几千几百年来 所忍受的 因为不知道而得到这种 相怨的幸福 因为我们觉得隐藏住秘密 我们才能够保有一点隐私 你想想看 当全世界的人都无法保有秘密 你的秘密被他知道 而他也知道你的秘密的时候 秘密就不存在了 秘密是什么 秘密像我们肚子上面的坠肉一样 就是你不得已拥有它 你不喜欢它 你扛着它 感觉很累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开心地迎接 有秘密这件事情呢 不要怀抱秘密 你知道不要怀抱秘密的重要点是什么吗 不要怀抱秘密 我们才会真的改变 我面对过这么多人跟我说 他们要改的时候 他们都在敷衍我 包括我敷衍我自己 当我们说我们要改的时候 我们改的只是我们的表面行为 绝对不是我们的内心 直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必须改变我们的内心 直到我们藏不住秘密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把秘密曝露出来 因为我们害怕面对别人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 一旦我们根本藏不住 别人就是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然后也有了反应 我还有什么好藏的呢 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而且我的心思也被你读到了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不再是互相怀抱秘密的相处 而是只好认真的相处 秘密有什么好 秘密是不得已才存在的 所以一旦有一个外星人说 胶囊已经设计好了 吃下去的再也没有秘密 我们的那个星球就没有秘密 那就是一个新的诚实的时代来临了 它不仅是一个新的诚实的时代 它也是一个新的平等的时代 你知道它为什么平等吗 因为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 上司为什么可以整你啊 因为他知道的事情比你多 老板为什么可以要求你工作 而不告诉你公司未来的策略 只有他知道公司要往什么方向去 你只是卖命地在加班而已 吃了这颗药丸之后 你有办法知道那个 本来地位高高在上 比你强的人 他在想什么 这不是平等 是什么 这是我们得到平等的唯一的机会啊 所以我多么期待有这颗药丸到来 更不要提到一颗读心术的药丸 能够免去 我们在面对战争的时候 面对外交的时候 跨越了多少的障碍 你想两国的外交官 在那边勾心斗角 彼此互相揣测的时候 如果有了读心丸 他们只能够老老实实地坐下来 依据双方各自最大的需求 好好的谈判 我不忍心听到你们 在任何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的时候 依然用旧的时代的思维 去想那些最琐碎的事情 我们要好好地迎接这个方便的新的时代 刚刚那是一支广告片 这个药丸不会是唯一的一颗 在场的所有人 地球上只要有人吞下第一颗 你见识到那个人所发挥的力量的时候 你就会抢着吞下第二颗新的时代 就到来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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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永哥厉害的呀 因为一个变体 他必须得拖宽 把各维度地想到 才能带给大家一些丰富的脑海遨游的感觉 很欣赏 开康王老师今天的表情 康永哥差点把我们整栋大楼全部摧毁 谢谢